马女士介绍她从2021年开始在杭州转唐之江 银泰百货的中国珠宝专柜做销售员 通过参宝信息可以看到 有人单位叫杭州之江度假区新兴新珠宝店 马女士说从2023年9月份开始 感觉自己被店长针对了 人身攻击不是你的错也是你的错 比如我上班卫生他说我没搞好 马上就是很凶的过来就是这样 比如说搞活动会卖什么东西 我是员工他是店长 比如说太多了我不懂我请教他 他是不会来教你的 就直接你老员工你还不会呀 什么什么什么的卖错就发那款 马女士说店长是两年前到店里工作的 之前没有矛盾 他怀疑店长态度转变的起因和去年9月份算工资有关系 9月9月份我发工资 发工资呢 那个店长规定 我们工资都要平均分 但是呢 我是我们是做个人业绩店长一直不允许 因为店里面是他都小姐妹 我超过时间就把我的工资要分给他的小姐妹 就是我的同事 马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门店老板也调解过他和店长之间的矛盾 这两天他发现店里没有自己的排班了 也没法打卡了 我也想继续做下去 既然店长叫我叫我走 不过停掉打不了卡 不叫我来上班 那么最起码店长和老板和也给我一个说法 比如说你不让我做 那你最起码给我办一个离职证明 或者是怎么样 老板也没有给我一个书面的那个纸质 记者找到马女士工作的珠宝柜台 店长介绍事情起因在于马女士和同事抢单 店长表示他一直在履行店长的职责 没有针对马女士 至于马女士是否还能继续工作 要有公司决定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后来有一位马经理进行了恢复 我觉得如果店长排挤他 不至于他跟其他员工也会有吵架现象 是吧 店长可能在管理上面会有一些管理的行为 马经理表示会再和马女士沟通离职的事情 后来双方协商达成了一致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推广 协商达成了4 하겠습니다 或者是 Welkin 560黄金也记住引入